澳元净落,会跌到7元港元? 全球股市武力,加上澳洲第一季GDP按年增长2.5% 猝下近两年来最慢的速度 引发投资者担心央行再减资救经济 澳元年跌三天,还跌出95美仙的关口 去到近20个月低位 其实澳元由4月高位到现在已经跌了9.9% 在今年继续完之后,第二只跌得最金的货币 昨日公布的澳洲4月贸易顺差,缩达至2,800万澳元 包括市场与期的1.8亿 澳洲央行星期二的声明仍然表示 虽然近来贬值,但认为澳元对美元回率还是很高 看来央行都不怕,压低澳元来刺激经济 加拿大黄家银行就估计,央行今年会再减两次息 每次减四分之一来 至于交易员,现在都丧估澳元 平均预期9月底对美元会跌到94美仙 即是跌到7.332港元左右 想去澳洲旅行的朋友,可以订定假期吧 晚安 晚安 感谢观看